中国空军官方微博账号在今天发布了一组疑似中国战机巡航黄岩岛的图片 而南海舰队航空兵近日也进行了空对空导弹实弹打把演练 另外有消息也指出中国将会在南海岛礁建造20座海上核电站 有助于对南海地区进行实际控制和商业开发 中国空军官方微博在15号下午发布了三张照片 当中包括中国空军轰6K远程战略轰炸机 疑似在黄岩岛的上空飞翔 这是在南海临时仲裁庭12号公布所谓仲裁结果后 中国空军疑似首次曝光巡航黄岩岛的图片 图片下的文字提到14号召开的空军2016年半年军事训练工作会议强调 在训练领域要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而根本的标准 时刻不忘能打胜仗这个初心 并且要把握形式特点抓好下半年军事训练 提高部队核心作战能力 而南海舰队航空兵近日也组织了新飞行员分成多架挂载导弹和靶弹的战机 从海南某机场编队升空进行空对空导弹实弹打靶训练 与以往不同的是 导弹发射点与靶镖更近 锤炼飞行员快速决断和快速攻击能力 此次训练共投放把镖和发射导弹树枚全部命中 另一方面 内地媒体报道 中和集团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 表示近日中国第一艘海洋核动力平台即将进行总装建造 而中国未来将会在南海岛礁建造20座核动力平台 文章提到海洋核动力平台是海上移动式小型核电站 可以为海洋石油开采以及偏远岛屿供应能源 也可用于大功率船舶与海水淡化领域 将支撑起中国对南海地区进行实际控制与商业开发的能力 防卫士综合报道